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爱尔哈德米尔西 他堪称是最无耻的德国元帅 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 硬说自己是母亲与别人出轨偷情所生 还逼着母亲当众写下证明书 致亲生母亲的亲遇不顾 其手段之卑劣 无以复加 米尔西于1892年3月出生在德国的威廉港 曾参加过一战 一战结束后 在绝大数德国人民因战败 而陷入生活绝境之时 米尔西靠着他的聪明才华逆风直飞云霄 利用自己曾在一战担任空军指挥官的阅历 在几乎完全白手的情况下 打造了当时德国最大的航空巨头之一 汉沙航空 等到希特的掌权时 他又为纳粹德国重建空军贡献了极大的功劳 他的空军部队任职七点 不仅让战斗机数量快速增长 而且还辅助建立了首批散兵部队 并组织了斯图卡等重要飞机的生产 深得空军总司令戈林赏识 米尔西的德国空军元帅军衔主要也是因此而的 他也成为了纳粹内部最大的功臣之一 米尔西虽然老苦功狗 却有一件事情 迟迟不能让他放下心来 因为他并不是纯种的日耳曼血统 其父安东米尔西是一名犹太人要技师 母亲魏克拉拉菲特 是一名金发碧眼的新教徒女性 也就是说 米尔西具有犹太人血统 虽然按照犹太人的习俗 只有母亲是犹太人生下的孩子才是犹太人 可是那翠德国规定 只要有四分之一 及以上的犹太血统就不能担任公职 更何况米尔西有二分之一的犹太血统 加上在那个疯狂的年代 只要你跟犹太人沾上半点关系 就可能遭殃 别说在政府担任公职了 就算能活下去 也等阿弥陀佛老天保佑 所以身居高位的米尔西 因为父亲是犹太人的缘故 受到了纳粹高层的质疑 1935年 就连盖世太保也进入了他的调查之中 大有免职问责之火 上司戈林为保全米尔西的能力 就替他出了一个主意 就算你米尔西没有一个日尔曼血统的爹 也得制造一个出来 米尔西明白上司是什么意思 便到处宣扬说 犹太人安东米尔西不是自己的父亲 自己是母亲与叔父卡尔布劳尔日尔曼人出轨偷情所生 随后他亲自回家乡 让教堂开出了证明 还逼着母亲克拉拉菲特写证明书保证 在证明书上 克拉拉不得不写上儿子米尔西 是自己与卡尔布劳尔出轨偷情所生 随后希特勒专门向米尔西颁发了日尔曼血统证书 还授予他荣誉亚来自安人的称号 而戈林也因此有一名言传出 在德国空军中由我来决定谁是犹太人 因为此事 米尔西的母亲克拉拉在以后的生活中 基本上和她不见面 形同陌路 后来在面对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暴行 米尔西不仅不制止 还为虎作娼 帮着那粹强迫犹太人进行劳动 以及将其用于人体试验 德国战败后 米尔西驾车前往波罗的海 试着逃离德国 但被抓获 随后米尔西穿着军官正装向英军投降 但被英军的两名士兵洗劫 抢走了他的两只金表 金智元帅杖和金香烟河 在1947年的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 米尔西被以战犯的身份起诉 并被处以无期徒刑 1954年1月被释放 死后一直为美国空军服务 迟直1972年去世 喜欢的话多多关注 多多点赞 多多收藏 转发和评论 谢谢 本人其他文章也很精彩 欢迎品读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